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啊 好久没有跟你联络 你还好吗 听阿华说 你得了骨质书分症 其实 我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你 虽然我们在这几年一起叫华尔之舞 而且过着健康活跃的生活 但是 我曾经有背痛和脱背的问题 我没想到这些习惯 会导致我得了骨质书分症 记得那天 我劝你不要再抽烟 其实 我根本没有资格劝说你 因为 我自己也有戏烟 我有背中偷偷戏 念 还记得 那天我们在彩排时 我说 我天天都有运动 所以 身体才保持得那么好 其实 那是骗你的 我从来没有把食物吃完 因此 常常得吃胃痛的药 结果 我患上了骨质书生症 虽然 你一直把我当好朋友 但是 我还是没有告诉你真相 我看你一点比一点弱 但 我还是没有阻止你 不要气馁 我们还是能克服一切的 只要坚持下去 就一定可以战胜病魔 到现在 还没有医治的方法 但我们还是有办法 能进行调养 春啊 看着我 别再抽烟 现在结烟还来得及 你也要开始吃得健康一点 这样才可以健健康康 吃饱后 记得吃药 这样才是叫做为自己的身体负责任 最后 上下楼梯时 让别人扶着你 要绝对接受别人的帮助 你随时可以依靠他们 千万别认为自己没用 这不是世界末日 你还有你的家人 也还有我